嗨,大家好,我是Aaron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HBase 我们上一节课讲到了HBase里面比较一个核心内容 如何去写它的MapReduce 那么我们只是讲到一些这个框架原理 并没有动手就真的去写我们的MapReduce 那么这节课开始呢,我们去实例告诉大家 如何基于HBase去写个MapReduce 那么在讲课之前呢,我们看一个简单的对比 对比的目的呢,是让大家能够去理解我们为什么这么做 我们看到左边的是HBase的MapReduce 右边的是Hadoop的MapReduce 我们会看到它两个差距是什么地方 那么Map对应Map 无非是我这个HBase里面前面它多了个Table 多了个Table 其他都一致 那我们这样去记呢,就比较容易去记了 那么最终还有记一个地方呢,是我这个 这是我的一个rootkey 再记这个工具类 帮我们做很多初始化工作啊,初始化我们的这个 Map 初始化我们的Reduce 初始化我们,这是我们的工具类 那我们把这块熟悉好过后呢,我们看一看我们这一张啊 怎么去写一个MapReduce 虽然说我们在这个Hadoop里面写MapReduce写的比较多 但是在HBase里面呢,是有差距的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模板 前三个和我们这个普通的Hadoop的MapReduce写法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块,这一块 这块是有差距的 因为我们这个是要去读Hadoop里面的表 所以说我们用Screen的方法去写 用Screen 那Screen怎么去写呢? 你可以写一次多读一批数据 对吧 那不要忘记了 我们两个工具类的用法 工具类用法 使用工具类会帮助你减少很多代码 减少很多代码 那我们可以工具类的Map工具类的Reduce 最后一个我们去运行这个MapReduce 好 那这个是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模板 看的容易做起来难 对吧 那我们如何真正去写一个呢? 来我们去写一个 我们把这个删掉 写一个 HBaseMapReduceTest 那我们写的MapReduce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做个记录 我们统计 统计 统计 指定 表 中 数据的 个数 相当于 相当于 com的操作 com操作 相当于 相当于 好 那么我们做这个呢 我们是不是得先做个Map 做个Reduce 那我们先写两个 先写两个Map 写两个class 一个是Map 一个是Reduce Map Map Test 我们就进行哪个? 是不是TableMap 是不是 TableMap 是不是 Keyout Yout 我们Keyout 将称之为一个 Test Test 我们先简单一点 简单一点 那我们把这个 包导进来 那这里面呢 我们是不是复写上里面的这个方法 是吧 好 我们把这个给去删掉 啊 那么我们这个大概的框架呢 啊 已经好了 是吧 为是里面去填充一些数据 那这是我们都可以 我们都可以关不关注啊 我们不关注 是不是 好 那假定我们这里面的这个 结果里面什么呢 我们称之为有一个 有一个 列足 称之为F 是吧 列 等于什么呢 我们等于一个 列嘛 我们统 我们统计一下 同名的有多少人 是吧 同名多少人 那这个怎么写呢 我们先把列足定义好啊 定义好 在这个地方 上上楼 下楼 上楼 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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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些人说 你为什么在上面写 下面写不行吗 下面写就可以的 只不过呢 我们在这个map不停的调用的时候呢 你每次去转这个字节 在转这个字不转字节的时候呢 也是需要消耗时间的 那我们能把一般的写方式 同意转好 下面这里应用就可以了 value.get get value 是吧 我们列组是什么 family 列织嘛 名字 是不是 这反复是什么呀 是一个byte类型的书组 是不是 我们给它转成字不串 转成字不上 来 转成字不上 好,我们这个Map写得了,那么我们最后是把这个量给输出吧 那很简单,对吧,我们这个做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统计一下同名的多少个,对吧,那么这个方法我们写的非常简单,其实你可以后面,这个可以用一个什么,我们这么定义 Invitable吧 我们这边改一下,改成 i,好 我们的Map写好了,那么大家想想看,这个是不是跟MapReduce里面写法是一致的 ReduceTest 是什么,TableReduce是不是 Kin ValueIn,Kout,ValueOut 我们来 Kin是什么,是不是Test ValueIn呢 Kout 这个时候,你要看到我们去往它写,是吧,那假定我们这时候,我们去往 好 我们去往 这个 现在写到表里面去吧,现在表里面去吧 那其实我们这个Kout呢,我们可以用的是吧,这个吧 就是我们这个 Kin ValueIn 好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看啊,我们只需要统计什么,我们只需要,是不是只需要统计 我们这个里面,所有的这个 我们是把它写出来,它就可以了,是不是 我 看 看 看 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需要去 把这个往我们的数据库里面去写了 往HBase里面去写了 那写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是不是得做个put 我们put的RawK RawK是什么 RawK就是我们这个名段 K硬件 2 byte K硬件 2 进 那我们这个 我们这边定个列组 把这个靠过来 Column 面 加一个列 Count 是吧 那我们这边去写了 是吧 put.addFamily 名字是什么 名字是什么 K硬件 to 那我们再来加一列 Family Count 这是什么 to 那我们再这样去写 是吧 Count 那我们这个呢 先写到这里 下期课呢 我们继续写 我们这几个呢 只先把这个 这个里面一个框架啊 给大家好了 那么下面还有 还有这些东西啊 我们继续写 那这个 在做什么呢 我们就统计一下 指定表中 指定 这个表中 某一个列的 比方说Name这些列 同名的多少个 同名的多少个 我们做这个统计 那是不是相当于这个 Column里面的什么 Count 新 Group by 这个Name 这么个事情 啊 那么我们这几个呢 先讲这里啊 其他的呢 我们下几个来继续